原本應該是要蓮花布滿湖面的景觀 卻因為水位嚴重下降 變成一大片巨大草原 還有魚在岸邊奄奄一息 高雄第二大風景區連池潭 美景不僅享譽國際 美鳳端午更是許多龍舟隊 練習比賽的地點 卻出現這樣的景象 今年國內不見缺水問題 但蓮池潭水位卻不見上漲 有環團質疑 是不是鐵路地下化工程 阻斷活水進入潭中 那正常來說我們的水位 大概是會比現在再高一公尺左右 那因為這個鐵路地下化之後 它產生一個斷流 所以整個蓮池潭變死水 不過水利局表示 蓮池潭的水源 主要是來自曹共新鎮的農業灌溉水源 鐵路工程的影響並不大 近期因為農業灌溉回歸用水的水位比較低 而無法將水源引入蓮池潭內 少了活水注入 蓮池潭水質劣化 蚊蟲還有臭味也跟著出現 民間團體和地方里長 希望高雄市府能想辦法解決問題 在線蓮池潭的往日風光 既新聞綜合報導